大家好,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流感特别厉害 很多家人经常咳嗽怎么办呢? 那么今天我就教你一招来解决 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农村家里的爷爷奶奶总是用的一个方法 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这个视频点赞收藏一下 你可别说你现在没有用 万一以后家里的孩子老人经常咳嗽嗓子疼 晚上咳嗽的都睡不着,对不对 那么这招你就用上了 这个做法也是农村的老一辈人才知道它的作用 怎么去做呢?大家看好我的方法 锅热了之后咱们倒入半勺香油 烧热的香油加入姜丝 尽量让它多炸一会儿炸出姜汁 这样可以让姜丝的营养更好地释放出来 接着加入老母鸡下的蛋 用勺子轻轻地搅动 让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 天凉了,很多人这几天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就想起小时候奶奶给我做的这个食材 做法简单,这个作用却不简单 快熟的时候加入红糖把它搅拌均匀 你要是经常嗑嗑,你就用这个方法去试一试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一定要趁热吃 吃过之后你会发现又省钱又管用 那么这个方法咱们什么时间吃最好呢? 我告诉大家 早上吃和晚上吃 我们两头去吃 如果说你觉得太频繁的话 我们只吃一次就可以了 早上吃也行,晚上吃也行 小方法大作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 视频的最后我只要求大家点赞收藏 然后把它转发到我们的家庭群里 让大家通过这视频都受益 谢谢大家 咱们也是做了一件善事 最后告诉大家 在我的主页里有一千多个 这种有用的健康的养生方式方法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你关注我了 这些方法你就都能够看到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